警方侦办台北世贸珠宝切案,发现窃贼分工紧密,昨天案发时停车场有三名警员,其中一名警员靠近被害人停车处,八名窃贼合作无见,一人下手行窃,一人向警察问路,还往车辆反方向高举地图转移注意力,其余同伙来回走动遮蔽原警示线,得手后快不离开。 台北世贸珠宝展并非首次遭窃,前年11月展览期间,三名大陆籍女子以广州珠宝商名义,前往柜台洋装购买结婚用钻戒,两人引开柜员注意力,一人持放大件详细检释,趁系一架钻石吊包,窃取三,二克拉罗钻,价值高达420万元。 案发后三女火速离境,搭机逃回大陆,新市局透过两岸共同打击犯罪机制,提供刑资给大陆公安。 三女在上海市落网,不过失窃的钻石已难寻回。 警方侦办台北世贸珠宝切案,发现窃贼分工紧密,洋装观光客向警察问路,掩护同伙下手刑窃,记者李一新翻社,分享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